終止下半季賽程進入第三週 同一時起步不順 結算到十三號賽前 南霸天十二場比賽 輸了多打九場 暫時墊底 中間更有一波 從上半季尾聲開始的八連敗 從數據來看 市值軍下半季 團隊打擊率只有兩成四三 發生多達十八次的失誤 更是五隊最多 上半季有辦法打這麼好的成績 對我來說是我們賺到 遇到挫敗之後 大家就發現 會慢慢的懷疑自己 然後慢慢的信心不足 加上我們有很多選手就是 之前都沒在一軍 所以他們不知道一軍的強度 然後怎麼如何去調整 這波不好的狀況是一件好事的原因是因為 回頭來想 下半季剛開始而已 你嘗試過這樣的失敗 你才知道說我在這失敗中 我獲得些什麼失去些什麼 你才會成長 同意本季洋將 狀況不少 洋炮羅薩表現不如預期 六月初被解約 洋頭羅昂六月中絞傷 修到現在 王牌布雷克更因為追尖盤突出 要動刀 本季提前報銷 目前既往柯銳和新洋頭克維斯 能更有壓制力 本土部分下半季十二打樹 只有一隻安打 狀態低迷的球星陳庸基 嚇到二軍調整 終結著陳韻文 最近兩次登板都有調分 小聚場 秉總希望愛將 找回確診之前的穩定節奏 而所謂人不太順的時候 什麼狀況都有可能碰到 陳傑現在外野手臂 將被密封遮傷 趕緊施宜休息室 請防護員檢查 最後梅華爾提前退場休息 這大概也是終止場上 相當另類受傷的原因 結線跟團隊可能得趕緊 找一下開運的秘方 努力擺脫下半季的入主位置 我來體育臺香腸紅化軍 採訪報導 好